沙洛福利宫的土地宫守护乡里超过了一百年 但现今的庙与建筑落成了多年 一旁又绒数盘踞影响了结构 因此庙方决定拆除重建 而在庙当中供奉的十几尊的土地宫神尊 除了主神尊及外出神尊 其举都将会开放给民众指导请回家来供奉 众多土地宫神尊一次排开相当壮观 他们即将寻找有缘信徒的家中落脚 这里是杀戮的福利宫 土地宫们在这边守护乡里超过一百年 但因为建筑老旧庙方决定进行充建 仔细查看福利宫的内部超过50年的老建筑 多处损坏 旁边还有龙树盘踞影响结构 充建势在必行 而除了主神尊及外出神尊 其余土地宫都将会开放给民众拨杯 请回家供奉 这个庙区庙已经不堪使用 比这个围楼 不过改建 将这些新名 十万吨 将我们本福利宗的土地宫和土地部 留在继续留念 其他的土地宫 在福利宫的地 这个祝福老师 也有人 请来救 来拨 请回学校 风景 庙方表示 重建过程中会将土地宫移至一旁的临时行工 方便民众参拜 新的庙宇将会在原址后方空地重建 而有医院供请土地宫回家的信徒 可到一旁的玉皇殿办公室洽巡 期待未来重新整建后 能够以崭新的面貌 为地方提供更好的信仰场所 记者赖宇台中采访报道 哇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